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习近平要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应该到朝鲜去了 所有人讨论基本都跟川普应该是有关的 基本都讨论的格式基本上是这么个格式 川普结果就在他们去之前18号发了个推文 说他会在20国峰会上见习近平 见习近平是习近平拖的,而不是川普拖 川普在此之前一直在push,一直在要求习近平见习 是中国一直不回应,不是美国不见,是中国不回应 所以他很奇怪在中国回应之后,在川普确认之后 据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放电影 中美合作的好电影又好了 说这个电影外交,我看有人在嘲笑电影外交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给我的一个敏感的感觉里面出问题了 如果是电影外交这样的宣传的手法出来的话 习近平在对华,在对美国的政策上 他背后的智囊是王沪宁 是王沪宁,可不是其他人 那就基本就泄财了 那王沪宁就,他的职位 就是他的职能就是干着 他也就会干着,用嘴玩,对吧 他的思维概念,他的思维理念也就在这个局限上 那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想不出在电影上会来这么一首歌 那个法国媒体什么都在嘲笑他 就我个人来讲,我能觉得 给我的感触是我刚才说的 也就是讲,刘鹤基本不好使了 王岐山基本就瞎掰了 那现在就是王沪宁了 中美贸易谈判 习近平在把握相应的内容上 一切仰仗着王沪宁 才会出现电影外交 中美电影外交 他叫中美电影爱情 爱情来得也太快了 还比那一夜情,逛客厅 这不是爱情,这是逛客厅 对吧,洗桑拿 要不然就是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那就是地下恶魔 天上人间,地下鬼魔 说不上那地方是哪儿了 所以就闹这种笑话 那闹这种笑话 那很显然在这种 在目前的状况来讲 习近平把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我们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那已经放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上 苹果日报呢 写了一篇综合的文章 它主要引用了 美国媒体的一些不同的论述 美国媒体不同的论述 这个时间做节目 大家看它都看得清楚 不好说了 苹果日报说 它叫联朝抗美 那就是抗美援朝2.0 应该叫抗美援朝2.0 习近平会开展 为了引开香港大游行的注意力 这是纽约时报的 想不太通 我觉得这个有点 说的有点太牵强 我个人觉得说的有点太牵强 应该讲习近平把香港的事情 是委托给了韩正 那韩正只不过这件事情办砸了 那他的现在的注意力 根本就顾不过来 习近平到朝鲜 此行在意是中美收到会议前 来增加筹码 是苹果日报中文版16号 人大的北韩专家 程晓和 这就下牌了 贸易方面紧张关系 美国对中国对华为采取的行动 这将是送给川普的一份大礼 你看 所以纽约时报 他是跟川普死磕的 纽约时报的老板 恨不得要掐死 恨不得要把川普给怎么着了 所以你去谈这个问题 去找人民大学的朝鲜专家 去谈这个问题 那能谈出啥来了 他也将大众的注意力 从香港大优势上引开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美国国务卿提到 川普会跟习近平谈到香港 这个已经谈过了 谈过了 华尔街日报 有关习近会的问题 几乎所有大媒体都报 观点差不太多 但很奇怪 他们谁都没有谈到 我谈到的说 其实习近平怕川普 计时台庇走人 习近平怕这个 再有可能他更怕的 就是川普可能当面质问习近平 你为什么言而无信 没有人去谈这个问题 大概都是谈的 就是川金会 怎么利用朝鲜 跟这个 跟川普要条件 我觉得这已经没有 没有可能了 习近平强调对朝鲜的影响力 那在施压方面 在核武器方面要取得重要作用 清华卡内基 这都下败了 赵通 这都是中国人来的 提醒华尔街 中国可能会提到更大的帮助 这里已经没用了 川普 我节目中说了 川普只注重他有没有洲际导弹 如果金正恩没有洲际导弹 他的核武器只能扔到北京 炸你们家跟他没关系 他就看着乐子笑样子 所以他川普不着急 那如果评论上是这么评论的话 习近平也真的是 从这个角度去营造舆论的话 是王虎宁人质出性文恶了 央视新闻联播 习近平将金正恩讨论双边关系 交换意见 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 这都下败了 中国是什么最大 这就那么回事了 这是一种宣传了 所以所有的作用都在宣传上 而不是实际的解决问题上 川普 试出让北韩对朝鲜实行最大压力 放弃核武器 金正恩希望改善朝鲜 已经受到重创的经济 是 川普只要压迫朝鲜 不试射洲际导弹 那经济制裁就这么放了 那朝鲜自己就能崩溃 那中国愿意把钱给他就给他 但对美国产生不了影响 因为核武器扔不到美国 而洲际导弹必须定期进行测试 它才可能 那东西能管用 对不对 如果没有洲际导弹 我弄一大核武器 弄一大球 你当混蛋踢 对吧 那是金正恩是混蛋 习近平是混蛋 当蛋踢呗 那当蛋踢能踢到关岛 能踢到华盛顿吗 扯蛋吗 这不是 他其实在这儿 这都是泛泛的骗人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都是骗人的东西 所以当习近平如果拿这东西去压川普的话 那川普顶多就是又来一傻蛋 所以如果这个水平去威胁川普的 而川普自己心里想的很清楚 那金三胖只要没有洲际导弹 打的就是你们家北京 跟我华盛顿没关系 你说金正恩 你说川普能尿你习近平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只能说这傻蛋还蒙我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那我都看出来 人家看不出来 不可能吧 那东西 你得有东西扔啊 我觉得这最简单的道理 川普希望中国帮助 阻止朝鲜的武器计划 中美贸易谈判联系起来 这都下败了 那找的都是中国人评论 法新社 这都是大媒体啊 不过如此 法新社 习近平到朝鲜提醒川普 他对金正恩的支持和影响力 是 但金正恩当无法威胁到美国的时候 你影响不影响 你们俩爱吃烤肉吃烤肉 朝鲜烤肉 对吧 你们俩要愿意吃狗肉就吃狗肉了 反正我没看着 朝鲜有狗肉吃 金正恩很大可能争取 与北京方面家庭政治经济接触 后者历来是他最大的盟友 你说这不都是骗钱话吗 你这文章写了半天都是骗钱话 我觉得就都没用 说了跟没说一样 那金融时报 中文版的金融时报里头 太多大陆人了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北京华盛贸易问题分歧 那中国迫切希望提醒川普 在朝鲜的影响力 川普跟平壤的核谈判陷入僵局 那是拿出来的筹码骄傲的东西 我提醒大家明白 川普再怎么样 他当时跟朝鲜之间的冲突 是他自己抬皮肉走的 对吧 他自己抬皮肉走 他知道面临着什么 而且他敢干 而他抬皮肉走 是给金正恩含着了 没含着他自己 所以这是两回事的 这是两回事的 张立凡 这是大陆的学者 美联社采访他 他认为最大的作用在于 提醒其他国家中国独一无二的地位是 试图在二十国峰会前赢得影响力 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担忧不断增加 所以他要显示出自己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我觉得这个说话 这个说法就相对比较贴切 他贴切在哪 就是说习近平要的是面子 他讲了习近平要的是面子 朝鲜是张牌 那中国大概显示他跟朝鲜之间的关系 显示在美朝关系中 他的重要性 是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就跟大家解释 朝鲜的核武器已经没有运载武器的时候 对美国没有威胁 川普很实在 就是对我美国有没有威胁 他当初跟朝鲜没完没了闹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有洲际导弹 自那之后 你注意到 只要朝鲜不试射洲际导弹 川普就说金正恩是他朋友 非常实在 其他者都瞎掰 所以我以为 与其说金正恩需要习近平 不如说习近平需要金正恩 知道当时川普老爷子怎么就台庇佑走了 你说他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实在 突然造访不意味着之间的改善 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艾文 李维亚 我敢肯定 北京向朝鲜开出一个条件 不要挑衅 习近平对朝鲜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管道 用来向川普传达意图和保证 但从中国权促成川金会的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朝鲜不需要中国向川普传递信息 他们有直接管道 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实在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实在 真正的需要是习近平需要 而不是金正恩需要 而习近平需要的东西就是想 他的施压的一切不存在 他真正想了解川普跟金正恩之间是怎么冲突的 因为那件事情之后 对习近平后来是否见川普影响太大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